水野這邊是親愛的 火車燈 大家好我是蔡寶寶 今天跟大家來到旺角 現在找一間酒樓飲茶 現在時間大約2點 看上面也有多少人 想跟大家去一間開了很多年的酒樓 應該猜到這間吧 走前一點這間雷根大酒樓 它開業了應該四五十年 看到這裡有個圓過爺王燕窩燉鮮奶35元 待會點一個試一下 另外那些車仔點心大中小點都是28元的 它標籤了自己香港製造 現在很少酒樓保存這個畫框裡面這個板 它的地毯也是舊式的地毯 現在就可以整個廚房 家裡的牙齒 Gewissage 有些顏色 有些衣服 的貓 走到進來了 這個時間也挺多人在喝茶 見到一些傘傘推著檢心車 今天星期六 點心大部份$28 茶位在三樓 十二元 還有些炒粉麵飯 燒美飯 十點半開始 有些生滾足 還有些人氣小吃 很懷舊的腸粉車 隨意拿了兩個點心 拿了一個 剛剛蒸起的叉燒包 沒有蒸過濃 因為有時候麵包蒸過濃 表面水很誇張 這個剛剛好 再來這個叉燒腸 我先嘗嘗 嘗嘗 叉燒腸裡面也有一些芫荽 蔥 叉燒腸的腸粉皮也不錯 到我嘗嘗叉燒包 熱热 嘗嘗叉燒包 口感也不錯 不會特別鹹 還有沒有多餘的食物 有時候叉燒 還有一些焦邊 硬滑滑滑 這個就沒有 平常的 都算好吃 有人排隊拿東西吃 有些炸麥剛剛出了 都吃了 有些有了 就吃了 是 不得了 是 有 好 我現在給的食材 夠了 因為它的點心煎 这些东西全部都会吃饱饱 烧到哪里要 好 谢谢你 101600 好 谢谢你 这种烧米有少少蒸过笼 这个样子都好 现在和大家试试 是否大 要问他 想知道什么是什么 不可以问他 明天就知道了 试试烧米 这个烧米里面 都是虾 猪肉 冬菇 份量都OK 晚安 肝 跟大家先嘗嘗 因為煮得蠻金黃色的 我先嘗一下煎魚餅 因為這個煎魚餅剛剛煎起 很熱 辣嘴 皮都蠻脆的 但是魚餅的質素是比較薄 不是厚的 但也蠻好吃的 魚餅經常吃了一些層皮的香味 對雞肉餅 帝長餅 糟了 小心 嘩 突然看到一群人 淋過去 應該有貨品要出 原來剛剛出一些便宜的點心 所以很多人拿去拿 這個剛剛蒸起了 吃粉果當然要點點辣椒 椒油 香一點 這個粉果裏也頗為足料 有些菜譜 花生 芫荽 西芹菜的朋友還有蝦米仔 吃起來也頗為香 煎東西賣光了 收檔 炸的東西這個貴也很少賣 再來咖喱魷魚 有很多東西都賣光了 我嘗嘗咖喱魷魚 我嘗嘗咖喱魷魚 咖喱魷魚下面有些豬皮 豬皮也有多快 因為有油魚排 有些豬皮 而且咖喱汁也頗香 那豬皮下面還有三顆魚蛋 我們三個人不用搶了 吃了夠魷魚 都很爽口的 先嘗嘗豬皮魚蛋 先嘗嘗咖喱 這個魚蛋的尺寸 好像陳皮魚蛋的尺寸 整整粒 它的食物不愧在香港製造 魚蛋也吃到魚味 很爽口的 先嘗嘗豬皮 它的豬皮也很大塊 豬皮也弄得很軟 咖喱汁也很香 這個不錯 剛剛新鮮出爐的小籠包 這個小籠包熱辣辣 先節省一會 如果不是辣口 這間點心 是全部出去拿的 所以這些人 阿姐推的點心 車出來 播個風搶 剛剛拿了龍爪 它的樣子也頗漂亮 這個龍爪頗多汁 還有燜得頗軟 這個鳳爪 這個鳳爪 真的燜得很軟 而且它也頗肥 因為有時候外面吃的鳳爪 很乾身 又瘦 這個豆豉的味道 也做得頗好 剛剛拿了這個 蝦餃 蝦餃 這個樣子也不差 蝦餃的尺寸 也做得不錯 是略鹽 有一粒 可能爆了一點點 但整體也算不錯 這間的茶都頗熱 喝茶 一定要多喝點茶 攤了一會兒 小籠包可以吃了 現在試了小籠包 裡面也是湯汁 如果34元一籠 有4粒 很便宜 很便宜 到我先試蝦餃 好 旁邊也算薄 剛剛咬了一口蝦餃 裡面也有很多蝦 還有看到 蝦裡面也有很多 還有看到有少許筍 這間蝦餃也挺好吃 我們三個人 叫了9個點心 已經很飽了 我們先去結帳 剛剛結帳了 我們三個人 吃了9個點心 去到茶位加1 總共328 也算多划算 旺角區來說 今天這條片 分享到這裡 記得按讚我 還有訂閱分享我的頻道 我的影片再見 拜拜